燕京大学老周片 网络图片 中共建政前有许多大学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创办的其中有几所成的上市 当时世界一流大学在1952年院校大调整中这些大学也逐渐消失 他们的名字也随之成为时代的记忆和历史的一页 燕京大学老周片 网络图片 燕京大学Yanking University 是20世纪初由自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 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 质量最好 环境最优美的大学 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 曾与哈佛大学合作 成立哈佛燕京学社 在国内外民生大镇 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 燕京大学被撤销 中国大陆国民政府签台后 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冲击学院 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共政府接管后被整并 文科 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 工科并入清华大学 法学院 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 经中国政法大学校设由北京大学接收 现在其建筑人为燕京大学古迹 燕京大学老周片 网络图片 佛人大学Fugian Catholic University 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出于北大清华 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并持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创始人之 一同为复旦大学的马向博先生 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交 其校舍滑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 齐鲁大学 Chill University正式向名为山东基督教贡汉大学 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审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 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 丁申师号称华北第一学府 与燕京大学齐名 由南齐北燕之称 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亲生 历史学家顾斜刚 墨学大师鸾调府 戏剧学家马燕翔等纷纷到此执教 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 在1952年的燕校大调整中被撤销 原教只经为山东大学暴徒全校区 东吴大学 Chill University 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名办大学 于1900年由基督教兼礼会在中国苏州创办 其法学教育在当时影域海内外 是中国第一所西智大学 1951年在台湾副校 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 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 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 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 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 在原东吴大学校指办学 1982年经国务院批证改办为苏州大学 圣约翰大学 St. Jones Uni The City 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 以广与真理为校训 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 养成所知雅称 该校培育了林语堂 张爱玲 邹涛芬 孤维军 宋子文 荣毅人 刘鸿生 贝玉明 施兆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同时也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 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 上海圣约翰大学前森 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 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 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 1952年 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 圣约翰大学原校职给华东政法 大学一代名校就此小名于历史长河 圣约翰大学 是法国听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 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 由中国神父马向博于1903年2月27日 在学家会听文台就此创办所设学科有语文 像术格物 至之四门 圣约翰印度对中国就称英 法文校名分别为 Aurora和L之江大学 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 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 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 林汉达 金仲华 朱生豪 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知大校友 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 美籍教员 离校回国 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 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返学院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等 浙江大学宣告结束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 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与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 教育家陶行之 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赛珍珠 哲学家方 东美文学史加成千帆等著名 校友均出自于此 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 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 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 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 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 享有江东之穷 中山之音之美誉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 金陵大学撤销建制 主体并入南京大学 岭南大学Lennon University 前身为格志书院 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 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 当时以前数分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 倡议接班学校 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 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 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 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 1952年 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 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 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走到 VR 新立岳探病 当然刚才议流 也有型